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乔治的新恐龙 乔治正在和他最喜欢的玩具 恐龙先生玩 乔治喜欢和恐龙先生一起玩 恐龙先生是用塑料做的 想弄坏恐龙先生几乎是不可能的 恐龙 乔治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和恐龙先生一起玩 到了晚上 乔治总是会带着恐龙先生一起睡觉 恐龙 乔治 你的恐龙先生看起来好像坏了 现在恐龙先生的尾巴没有了 可怜的乔治 恐龙先生已经陪伴你很长的时间了 我没想到他竟然能玩这么久 也许是时候换一只新的恐龙玩具了 没错 明天我们去狐狸先生的商店里挑一只 这里是狐狸先生的商店 在狐狸先生的商店里面什么东西都买的大 我相信在这里你一定能找到一只新的恐龙玩具 恐龙 乔治并不想要一只新的恐龙 快看呐 乔治 这里有一只大恐龙 恐龙 早上好啊 你们想买点什么 请给我们拿橱窗里的那只恐龙 没问题 眼光不错 这个玩具名叫轰鸣龙 它能吼叫又能走路 而且它还可以唱恐龙之歌呢 轰鸣龙 轰鸣龙 听听轰鸣龙的怒好上 轰鸣龙 我们就要这个 乔治和轰鸣龙一起在花园里玩耍 和轰鸣龙玩的时候不可以太粗鸣 乔治 它有一些活动零件很容易会弄坏的 乔治不能在花园里和轰鸣龙一起玩 乔治想在洗澡时和轰鸣龙一起玩 乔治 如果你把轰鸣龙弄湿了 它就会坏掉的 乔治也不能在洗澡时和轰鸣龙一起玩 晚上 乔治把轰鸣龙放在床上和它一起睡觉 乔治 都是你的轰鸣龙 把我给吵醒了 也许应该让轰鸣龙到别的地方去睡觉 晚上 乔治也不能把轰鸣龙放在床上 到了早上 为什么 乔治看上去很不开心 乔治不能和轰鸣龙一起玩 不能在花园玩 浴缸也不行 连床上都不行 不要担心乔治 轰鸣龙还是可以吼叫的 轰鸣龙 轰鸣龙 听听轰鸣龙的怒吼声 轰鸣龙 我想肯定是电池没电了 猪爸爸 没电了 这里到底装了多少电池啊 里面有成千上万的电池 红鸣龙需要很多的电池才能继续吼叫 哦 这是什么东西啊 是一只号角吗 这个号角怎么吹不响呢 恐龙 这个可不是号角 佩奇 你找到了恐龙先生的尾巴 哦 现在猪爸爸能修好它了 我试试看吧 嗯 我觉得要修好它似乎还挺难的 哦 猪爸爸把恐龙先生修好了 太棒了 哦 哦 我在修理东西方面好像还是挺有一套的 乔治非常喜欢恐龙先生 恐龙 大恐龙 大恐龙 你好亲爱的大恐龙 在这个世界上 乔治最喜欢的玩具就是恐龙先生 Dinosaur Dinosaur Hello Mr. Dinosa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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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Mr. Dinosaur